一年一度的全国人文营队即将来临 近视人文团队采用营端上网的方式 让更多志工能参与这次的精进日 一系列的网上会议 学员学习上网排练 目前全国已有600多位志工 报名共同精进 我们希望这次的营队 学员们可以好好的将商人的法和自己的生活做一个链接 这一次最大的考验应该是需要把营队搬上云端 要把600多位的学员跟工作人员分组 然后进入他们各自选择的课题来做小组分享 这是在技术上一个挑战 最感动的就是在营前的一个星期 竟然可以有达到500多位的学员一起上线来配合 怎么样去进行分组 去演练 务必能够做到最好 疫情新常态 慈祭所有的活动都以上网的方式进行 对新科技老人家更是一个困难 77岁的慈祭之工 不适致也不懂得使用科技上网 为了这次的人文精进日 他到附近家的子工请教 我都期待可以参与这个共修 还可以听文化 还有可以听这个舒服的分享 来学习 我要学习这个菩萨这条路也是没有这么容易 上这个线上的令我也不会 也要他们来帮忙我做 还有上人有铺这个路 给我们来修行 是非常的感恩 为了让学员们安心上网课 特地安排了进师清便餐 餐盒里包括早餐午餐和茶点 更有一张祝福卡 每位学员受到时都很欢喜 主动去问 有什么功能我可以承担的 只要能做 觉得我们要发挥生命的良能 不然一天也是这么的过 希望我们这个清便餐 当学员他们收到的时候 当然第一次会很开心 在上课的时候 就很安心用心的去上课 每位学员都很期待 静静日日的到来 希望这个云端静静日日 对学员在身心灵上 有所帮助 把所学习到的 用在生活上 大爱新闻 马来西亚冯丽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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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